極難啦 說真的 唱歌方面就不用努力 尤其是這首歌比較高音 其實我自己想過 Flow 會玩死自己 因為突然飄高了音 令到後半拍的音量很高 還有唱 chorus 的時候 我也有在後面做 backing 也有點難唱 因為 TLM 唱歌那麼厲害 我要跟回它的 tone 跟回它的 alignment 這樣唱就會有點難度 The Beats 林佳謙這次合作這首《靈魂出校》練習曲 最主要的成因是 因為我去年開始跟著我的producer artist 的 project 機緣巧合一次 在ViuTV 看到一個節目 那個節目就是歌手們的節目 在裡面有一集 我看到林佳謙彈琴 留意到原來他彈的 chord 或者他彈琴的 voicing 原來有一些 R&B 和一些 New Soul 的感覺 我當時發現原來這傢伙不只是寫慢歌 Bellet 的 他原來也有一個 R&B 和 Soul 的一面 我想發掘一下他的這一面 平常在他的歌曲上 不是經常聽到他這些 很 groovy 很 soul 的一面 所以我就想立即發訊息給他 跟他說 你有沒有興趣跟我配合這首歌 他很快就答應了 然後我們就立即約時間 合作 我約他去工作室 然後我們交流了一些音樂上的 不同大家喜歡的喜好和歌曲 之後就開始寫歌了 我就先踏了一個 Beat 然後他又可能彈琴 然後大家互相彈琴音樂 這樣開始的 整件事 寫完這首歌之後 其實我們沒有想到主題是說什麼的 所以《靈魂出了》這件事 其實是這首歌寫完了 才再給填詞人 賦予一個故事給這首歌 那你們唱的Demo 就是寫歌詞是用的 是唱啦啦啦 還是隨便唱歌詞 是搭搭搭的 就是搭所有的音 因為其實有些人喜歡英文詞 有些是日文 有些是韓文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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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些是用MIDI 組成長笛 或者沒有吉他 我覺得他的習慣是偏向這樣 所以他很順理成章 去表演他的音樂的時候 他就唱了出來 因為我和林家謙 其實沒有想過這個題目 我們做完首歌之後 就找些填詞人 就問他 不如你聽完首歌之後 覺得有些什麼感覺 鄭文詞 第一件事就說 我很喜歡這首歌 他覺得有些少少 Chill Lo-Fi R&B 然後他就說 不如有個題目 就是講靈魂出笑 很棒 好像這件事好像很深 還有我做開的項目 還有我做開的音樂 其實沒有太多講過 那些深刻的題目 去講那些靈魂出笑 或者要人去反思人生 叫人做meditation 所以他一寫 第一個Draft 我看的時候 已經覺得很棒了 正的原因就是 他除了有文彩之外 看上去的字 還有就是 那個意境很好 就是表達到 那個情緒 還有被別人聽完 或者看完份詞之後 有一個反思 特別是 在香港現在這個時勢 其實我覺得 香港人是很需要一些 治癒一些的歌曲 就是被別人聽完之後 會有一個反思 一個反思 從而可以 可能每個人對靈魂出笑的得著都不同 我想最可以交流到的 是大家想的 MELODY MILE 有些不同 我其實喜歡 一些比較 疏少少的FLOW 或者是一句一句 FLOW的形式去想 他那個FLOW是很密的 那些字 相信大家如果有聽 林家掩子的歌 他很密的字 或者幫其他歌都寫的歌 他都是連著很多字 那我跟他剛剛相反 所以寫的時候 其實大家 最大的交流是怎樣 可以拿到一個平衡 就是在密的字 和在梳的FLOW之間 怎樣可以共存到 本身我打算那個MV 就是一個Animation去做的 但Animation 就太長時間 和預算太高 所以跟導演溝通過之後 就覺得不如試一下 用第一身視角去做 好像別人看上去 好像自己正在出竅的效果 好像你現在是第一身 打機的角度去出發 又會設置很多不同的POPs 在同一個場景裡面 好像你不停經歷 不停在輪迴一個人生 然後不停經歷不同的喜與悲 這樣的效果 我覺得到現在的效果 跟一首歌都很配合 要不如在秒鐘 把手心相調 在哪一天 對那些人看過 好,好,好,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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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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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